王子忠解说十点赞李盈盈,却多次批评林立,李颖座如此回应 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 昨晚,中国女排几乎是血藏了三大王牌主力朱婷,夫人新月,丁霞的情况下 以三,林甘尽力地战胜了世界女排联赛7分排名第一位的土耳其女排 从则收获了江门战二联胜,同时也是在世界女排联赛收获了九联胜 本场比赛,主教练郎平可以说是展现出来世界顶级教练的水平 无论是战术安排,排兵布阵,还是临场人员调动方面,都是世界级的水平 卢队朱婷的使用,虽然只有短暂的出场二到三分钟,但,却是收到了奇效 帮助中国女排拿到了关键的第一局,后面的比赛,朱婷并没有在登场亮相 对于郎平指导这个安排,在赛后也是被很多网友调侃 在此也是分享一个网友们的神作 古德帝,说好了不让朱婷上场的,怎么又上场了呢? 郎平,才让朱婷打了三分钟呀 古德帝,可是,你关键时候就让他上场,这样很吓人的呀,吓坏宝宝了,怎么打? 郎平,好好,下次就继续让朱婷,愿新月,丁霞都轮休吧 古德帝,不可以再骗我了,下不为例哟 郎平,哈哈,看来,大神还是在民间呀 不过,从网友们的神作来看,说是间接说明了朱婷的厉害 郎平在本场比赛除了对朱婷使用有神来之比外 对小将们使用也是恰到好处 全面的激活了多名小将,如,李盈盈,龚翔宇,胡明远等人就是有出色的发挥 特别是龚翔宇,李盈盈完全是成为了球队进攻端的大腿 很好的完成了主教练郎平交代的任务 也是中国女排能够战胜土耳其女排的关键之人 央视知名排球解说黄子忠 李盈也是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直播解说 在解说过程中,黄子忠是多次点赞19岁小将李盈盈 称李盈盈就是中国女排的第二个朱婷 一个朱婷已经是让土耳其女排没有好办法 两个朱婷更是让古德帝更没有胜算了 从黄子忠的点评来看 也说明了李盈盈的出色表现 是征服了观众 李盈盈快速成长 这也是中国女排的一件大喜事 此外,黄子忠也是对本场发挥不佳的林立多次进行了批评 因为,林立在比赛中有多次在接一船时 直接把球垫飞,致使中国女排丢分 这情况让黄子忠看到是十分着急 多次说起了林立林立状态不好 称作为一个老队员 不应该这样,回去后要好好总结 双引号,坐在旁边的李盈刚开始并没有回应黄子忠的此番说辞 可到后面也许是没能忍住 就对黄子忠做了回应 李盈称,作为一名运动员 状态有起伏很正常 在比赛中要允许运动员有起伏 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我们要相信他们 林立接不到一船不能说明什么 双引号 从这也说明了从球员出身的李盈 更能体会到球员在球场上的实情况 其实,黄子忠解说也是十分有特色 此前与惠若琪一起解说中国女排比赛时 黄子忠大赞朱婷 称朱婷是中国女排的第一人 已经超过了郎平 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主公 黄子忠此番点评 也是让惠若琪都不敢接话 一边是自己的恩师 一边是自己的好战友 惠若琪也只能以沉默应对了